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是讲师金一峰 我们本节课呢,来带领大家探讨一下思想家常见问题当中的Streme类的具体实现 因为呢,在我们通常的面试当中 Streme类的具体实现呢,也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它在面试题当中出现的概率呢,也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块有必要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具体的实现 考试的时候呢,会给大家给出一个Streme类的定义 包括呢,Streme的通用的构作函数 包括它的复制构作函数 包括吸钩函数 包括复制函数 以及呢,会给出一个类的成员变量 就是用于保存字符串的 我们呢,就是通过它的类的定义 尝试呢,写出我们类的成员函数 包括构作函数 复制构作函数 吸钩函数 复制函数 OK 当然呢,它的这个实现呢 首先呢,我们先来实现通用的构作函数 Streme类名 然后呢,引出我们的Streme 通用的构作函数 为Cost 刷新 Streme OK 然后呢,它这是函数头 我们看函数体的实现 着重的是看函数体的实现 构造函数里面呢 首先呢,我们 看一下它这个参数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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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参数为NAL的时候呢 它会抛出一场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我们在构造函数里面 我们需要先判断 String 是否 等于NAL if String 等于NAL的话呢 则我们就不能 把String 的值 负给 DETER 等于NAL 我们就直接让M下滑线 DETER 给它这个深线内存 等于6X1 长度呢 V1 它存储的是一个结束符 M DETER DETER0 等于 反斜钢0 就是结束符 这是我们 构造函数的时候呢 给它传进去的参数 如果为空的话呢 它就只能传 就是它的这个构造函数里面的这个 呃 传源变量 它这个传源变量呢 只能说是呃 传一个空值 Els 的话呢 Els 则 我们就把它的值 负值给DETER M下滑线 当然 负值之前呢 需要深情内存 等于 NUX 长度的话呢 我们求出 StreetLine的长度 通过StreetLine函数 参数 为STR 当然 求出长度之后呢 我们最后呢 需要 加上一个 结束符 也就是 加1 加上结束符 OK 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通过StreetCopy函数 把我们StreetLine的值 复制给DETER StreetCopy 第一个 就是目的串 第二个算数呢 就是原串 把StreetLine的值 复制给DETER OK 这样子就结束了 这是我们的构则函数 通用构则函数呢 它其实呢 实现起来呢 并不复杂 但是呢 我们通常考生在考试的时候呢 通常会忘了 呃 会忘记来判断StreetLine是否为那了 而是直接的 没有这个判断 else 直接来了这么两句 第一句呢 呃 是给DETER 进行 呃 申请内存 第二句呢 是复制 还有一些 考生呢 他也没有想到 会给我们的MDETER 就是我们的成员变量 先申请内存 再复制 这是我们通常所见 呃 所呃 所要的问题 这块呢 我们需要注意 需要注意 需要注意 MDETER 还需要存储 一个结束符 所以呢 这块需要加一 这是构造函数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复制构造函数 string 类名 函数名 Const string another 这是 这是函数头 然后呢 我们来看函数体的实现 函数体的实现呢 呃 实现起来呢 也是比较的 简单 也就是将我们的 string的 一个对象 复制给 我们的 另一个对象 这也就是我们的复制构的函数 复制构的函数 所以说呢 也就他复制的时候呢 他也就是说是 对我们的 成员变量进行操作的 就是将我们 string类的 对象 A 的 MDETER 复制给我们对象B的MDETER 当然在复制的时候呢 也需要进行 内存的申请 需要M下滑线 DATA线设计内存 等于 NUX 首先 求出 another当中的 MDETER的 长度 stringline another的 MDETER 求出他的这个长度 当然呢 最后也需要一个结束符 加1 需要个结束符加1 OK 申请了内存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复制了 也是通过我们的string copy进行复制的 MDETER 第一个算数 第二个算数呢 就是我们这个 another anotherDETER 复制给我们 其实呢 他呢 可以用这个Z指针 不能用Z指针 也就是说我们本对象的MDETER 也可以用Z指针来进行复制 Z指针 担他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一般呢 是省略这个Z指针 在这块呢 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呢 就是 这个是 参数 another 的成员变量 MDETER 复制给 另一个 MDETER 也就是复制给我们目的MDETER OK 这是复制 复制构则函数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复制函数的实现过程 返回之类型为string and string operator 等于什么呢 const string 然后呢 我们来看他的实现过程 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要注意的一个参数呢 为hrs 当然我们需要来判断 也就是把我们的 它这个复制构则函数呢 就是把rhs的 这个对象复制给我们目的对象 复制之前呢 我们需要来判断这个对象 我们所复制这个对象是否是我们当前的对象 也就是说是if this等于rhs 则呢 我们就return sing this 就是把我们的 如果说是 比如说我们把定一个这个 string string 然后呢 string b 等于a 这样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要是来判断 它调用我们复制构的函数的时候呢 来判断我们b 是不是等于a 如果等于a的话呢 它直接返回的就是a的值 但是呢 不等于的话呢 它就会返回其他的这个值了 ok 接下来呢 如果看怕他不等于的情况 不等于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删除原来的数据 先开一块内存 删除 原来的数据 delete mdata 删除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来 新开 一块内存 mdata 的Mdator 复制之后呢 最后我们就直接 return 新Z4 就可以了 在这块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呢 首先呢 需要删除原来的数据 然后呢 再来新开一块数据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呢 删除原来的数据 如果不删除原来的数据的话呢 来申请内存的时候呢 就会出错 就会形成内存一出 到这里呢 有的同学就问了 为什么删除了原来的数据 然后再 新开内存呢 而 而怎么不直接 就不删除也不新开 就直接copy呢 这是因为 我们原来的内存长度 不一定能够存得下 我们新的数据 有可能小 当然也有可能多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把原来的数据 删除掉 新开一块 跟我们当前 所要存入的数据 所匹配的内存 这样子的话呢 才是比较合适的 好的 这是我们的 负值函数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吸购函数 也就是最后一个函数 Stream 吸购函数 吸购函数里面呢 实现起的很简单 直接是删除我们的 呃 字符串 Delete M data 删除之后呢 我们就为了防止 也指针出现 让他 等于那了 就可以了 呃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死中用类 以至我们这个 死中用类 选一个分号 以至死中用类 呃 实现他的 呃 通用构则函数 复制构则函数 吸购函数 复制函数 也就是要实现 我们这个四个函数 这个在考试的时候呢 呃 虽然说大家 呃 在平时的时候呢 已经注意到了 就是我们内存的使用 呃 以及呢 我们呃 程序的严谨性 但是呢 在考试的时候呢 往往会忽略的 我们呃 我们的程序的严谨性 会忘记判断 死中用是否为那了 而在我们的 呃 复制构策函数 函数里面呢 就复制函数里面呢 往往会忘记判断 z 是不是等于 rhz rhs 而如果不判断的话呢 如果他等于的话呢 也会 再删 删除内存 呃 再去开辟新的内存 这样子的话呢 是特别的麻烦的 ok 呃 这是我们这个 死中用类的这个具体实现 呃 通过我们本课程呢 我们我想大家呢 已经学会掌握了我们的死中用类的具体实现了 包括死中用类的 呃 通用构造函数 复制构造函数 呃 复制函数 吸购函数 呃 等等 呃 下面呢 我们就来给大家布置一下我们本节课的作业 作业作业的话呢 很简单 很简单 就说是运用我们上面给大家定义的呃死中用类来编程 编写程序 首先 呃 就是 运用 本节课 所实现的 死中用类 声明 类对象 并且 进行复制 要求 使用 构造函数 复制函数 复制 构造函数 也就是 把我们 所实现的这几个函数呢 都需要用的 都需要用的 当然最后呢 他会 自动的去完成我们吸购函数的这个实现的 好的 这是我们这几个主要的内容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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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